我单独跟他聊聊 你好好劝劝他吧 我去外面衣服下汽车 好 刚刚来的路上 我以前跟周娜都说好了 她会跟张总说 你在唐儿说的那句话 都是为了给六腰制造话题 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 你不会离开六腰 也不会离开方亮 你是我老板吗 还是我师父 我是你男朋友 陆夕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是听话 去跟梁一超说 收回你刚刚说的话 我不要 我和梁一川已经聊完了 这个决定不可能改变 你牺牲了自己 成全了我和整个配音团队 我不想承担 这么大的恩情和包袱 我只想分担你的压力和痛苦 林楠 你懂爱情吗 爱情不是两个人默默付出 而是一起面对所有 坦诚相待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好好地想一想 梁总 公众号和其他的媒体资源 我们都已经对接差不多了 好 抓紧时间 一定把它推成业内定流 号外号外 艾特房在线黑马 鱼露西 鱼露西脱引而出鱼露西 家妖物太阳了 听懂热水沸腾 还没种草了 都给我关注 期待他们的购品 羊毛卷小姐姐叫鱼露西 声音好熟悉 你好 需要喝点什么 你好 我要 你是不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可爱配音女孩 对对对 对 就这个 这个是你吗 是这个 不客气主言 你的咖啡好了 麻烦享用哦 是我 真的是你啊 那我合招影吧 来来来来 他还是六瑶的配音演员 对对对 对 来来来 我们先合招影 鱼露西大大能跟我合招影吗 鱼露西大大 鱼露西大大好 鱼露西大大好 慢点 慢点 我们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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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主员 你的咖啡好了 慢慢享用啊 梁总 这视频是你做的吧 你火了 恭喜你 但这都是你在帮我 这可真不是 我呢 只是把你的视频放到了网上 没有做任何的手脚 至于能一夜爆红 你靠的是你自己 我只是没想到 我真的能活啊 怎么样 开心吗 说不开心那是假的吧 终于我也得到了别人的认可了 朗总 谢谢你 你知道我更开心的是什么吗 是在我被粉丝簇拥的那一刻 好像突然更理解琳南了 就像看到她以前 被粉丝簇拥的时候一样 原来被人喜欢着 这么幸福啊 我听说琳南已经放弃去北京了 我也已经听说了 我等着她跟我道歉呢 需要我帮你们吗 还帮什么 帮你们和好 这个真不用 相信我 别拿啊 我搞得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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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睡呢 那你大晚上的过来干嘛呢 我认真地想了几天 我觉得 有些事情我做的确实不对 对 我真诚地向你来道歉 我真诚地向你来道歉 搭吧 我 你是 说不出来啊 说得出口 我 我这个人有时候太空于敏感 自尊心又很强 所以做事情容易犯招 有些时候呢一一孤行 所以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嗯 嗯 对 那还有呢 还有 没了 不是 你这些话我听着很耳熟 李楠 你大晚上的过来是来敷衍我的吗 不是 你现在 先别生气 还有 还有 我应该学着去体谅你包容你 在你生气的时候主动地去哄你 是 体谅我 包容我 嗯 你的意思是我平时做得特别的不好说 不是 你做得很好说我不好 我太幼稚 不够成熟 这还差不多 那是不是现在 可以原谅我了 那你先做个保证吧 嗯 我保证 嗯 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下次 不是 没有下一次了 没下次 可是你上次也说你下次不敢了 我怎么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呀 我太难了我到底应该怎么说嘛 你还太难了你就应该这么说你 说 你就应该说 宝贝你怎么会有错呢 要错也是我的错 我能碰到你这么一个愿意改正我坏毛病和坏习惯的好女孩 我没有去珍惜我真是太不识东西了我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说 重复一遍 宝贝 宝 宝贝什么来着 我看你是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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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明白 你都不明白了 你肯定该出去 宝贝 不要听你解释了 走 走 小鸣贝宝贝宝贝宝贝我爱你吧 你只要带我干嘛呀 马上就到了 别烧气 注意脚下 抬 抬 抬 右手 准备睁眼了 三 二 一 准备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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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你准备的 还有的 这是什么呀 接下来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表演 之前有一个女孩 她叫做露西 她特别热爱配音 即使她失败了很多次 她还是会很努力 很阳光地先进场 终于有一天 她遇到了自己的偶像 麦达 她对麦达说 麦达麦达 这些年你去哪了 怎么突然间就隐退了 还有 传言说你出事了 但我一直见信你好好的 你看这不是挺好的 不想把你卫视 不可能 露西对她说 就算是不能 我也要每天都围在你身边 反而我也要烦死你 就这样 麦达不胜其烦 终于收她做了南瓜派的 第一个高点 等一下 你这个剧本有问题 于露西可不是烦人精 好 那就是粘人精 在麦达的细心指导之下 露西也从一个配音小白 变成了露西大大 每当麦达不开心的时候 她总是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她身边 去安慰她 你陪我同甘 我也陪你共苦 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也会是第一个出现在她身边 帮她想到解决办法的 于露西就像是 麦达身边的一个小太阳 每天都会去温暖她 去安慰她 麦子有了阳光 就可以茁壮地成长 麦达想对露西说 是你 让她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但是麦达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她叫做林楠 现在该换林楠来总结你吧 花开天长 暮雨阳光 仿佛你在身旁 在屋顶堵就是 屋丝乱想 那没有人 这是什么 这个叫做生门戒指 我所有想说的话都在这个人 如果声音是有记忆的话 那这个就是 我们未来最美好的 illust 那你想说的话是什么 我喜欢你 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我也是 你居然把房子卖了居然还没告诉我 我这不是要创业开新公司吗 现在房子也卖了 我也不去北京了 留下来好好地陪你 如果房子卖了 现在我是没有地方去住了 那你可以住我家 但鉴于你有之前把房子一声不吭 就卖了的不良钱 可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约法三张一下 你放心 你们家房子我肯定不会卖 那么严肃点 行 你说 我听着 你看啊 咱们俩呢 现在在业务上是有一定差距的 我是业内的陆希大大 而你新公司还没有成立 可以说傻也不是 其实旺也没你说得这么落魄 我还有下个项目 实意长安 我不管啊 以后我要是出去谈业务 你得跟着我 给我当小助理 行 明白 陆希大大 乖 那 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我的新公司 你来做合伙人 陆希大大 之前不是说不想跟我一起创业吗 怎么 我现在成为了陆希大的 你就改变主意了 于陆希 我是很认真的 我请你做我的合伙人 成交 成交 好了 那以后我是你的合伙人 你是我的小林助理 怎么突然有一种 师徒变主仆 近人篱下的感觉啊 你本来就是近人篱下 明天我有个很重要的活动 发挥你小助理作用的时候 当了 行 那明天我陪你去 现在就要 现在 林南 我好冷啊 我快冻死了 多怪 等我一下啊 一会儿过来给你暖床 早就说了 让你先洗你不听 让你先洗不听 谁知道你洗澡这么慢 把热水都用光了 我是用冷水洗的 行 没关系 我来帮你弄着 你好 走吧 脸上也开始冷了 你这样我怎么放进去啊 你要干吗 帮你暖床啊 怎么还害羞上了 来 那好了 就先烫了 要睡的 那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明天啊 我们去装修工作室 今天别太晚睡了 晚安 晚安 我一会儿 啊 干嘛 我孩子 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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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戏是女主角对男主角 吐露内心伤感情绪的一场戏 你不觉得周围的环境 显得太欢闹了点吗 就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很明亮 来衬托出他们的悲伤 你不这么觉得吗 这不挺好的吗 我觉得人物感觉不太对 哎 干什么去啊 这个怎么样 怎 这 我嫁到这里来 你是个义类 走到这一步 所有的牺牲 都为了大局 如果连我的夫君 也不带见我 那我以后该怎么办了 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好 不 等一下 手心不好 不 要 这个有点浮夸了 那你来一个 算了 继续 你自己不也这样还说我 你先带我们来演一下 我能是公主 你是自王 当公主在跳王之时 自王就要主动站住手 拥抱 环丢 她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 还好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亲家 有道理了 我回来啦 爸